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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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医学生有他非常特殊的地位 他不是纯然的学生 因为他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就像一般的劳动者一样 但你如果完全把它推向 百分之百的劳工 就会使得教育目的 受到了影响 甚至变成廉价劳工 我们在去年其实就跟有些学校院 还有一些学生的一个代表 我们大概有一些学生的一个代表 我们大概有一些学生的一些相关的讨论 然后我们提进了一个 学生的临床实习的一个指引 那在这个指引里面 我们大概会有观察 就是说他的一些学生的一个 对他的实习的一个实习 他的一个相关实习的保障 就是说我们也进入一些校院 在他学习 在他这个期间 他可能有一些反而线 一些不摘的一些部分 也参考到提法的相关的一些规范 用专业保险的方式 那另外呢 我们也行为服务能 透过对教学医院的一个评件 对这个建筑观的基础 就在教学医院的评件里面 也能够落实对 实习学生实习的一些官规定 他有建议一些原则 就比如说 以四周的 如果以四周实习 实习时间的话 是领域不超过一周八十八十小时 那如果是三周的话 不得超过八十八小时 基层劳动者完整的保障 是良好医疗品质重要的方针 实习医学生权益 是提升医师人员职场待遇的扣门砖 我们期待理想的医疗环境 可以在对劳动的尊重下落实 第一点 现今实习医学生从事劳动工作 但没有纳入劳基法 工时薪资离谱 这是否得当 希望主管机关 还有各个教学医院审慎的考量 第二 我们希望要求劳动部尽快呼吁 尽快呼应医劳小组的请求 包括我们的行文 以及我们今天的诉求 让各个医院 各个教学医院 替实习医学生纳劳保与健保